新盘接年开卖,购买力被抢占,加上盘元占减,十大屋苑成交出现回落。 中原地产数据指出,十大屋苑本周末路得16宗成交,按周回落20%,交头主要集中于港岛及九龙区。 新界屋苑成交较疏落,官堂例港城则为为一零成交屋苑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陈永杰表示,大为新盘第三轮销售,吸引力不减,令二手交头略为受压。 尤其是新界屋苑,加上市场购买力陆续分散至二三线屋苑,而蓝筹屋苑年内已累积一定升幅,部分更早已突破历史新高。 买家虽时考虑拖慢交头步伐,但相信随着疫情好转。 市场充斥利好因素如团马线全线通车,低息环境持续等,流市交头将持续暢旺。 侧如冲太古城本周六得两宗成交,包括现供各高层D室,实用面积747方尺,三房套房侧王,以1798万元市价沽出。 实用尺价24,070元。 原业主1995年以492万元买入。 现供货帐面赚1306万元离场。 单位26年间升值预2.6倍,同区康而花园本月站61宗成交,N座低层两室一宗成交,实用面积461方尺。 两室内原户,以862万元成交,尺价18,698元。 鸭利洲海宜半岛本周末紧陆一宗两座高层D室成交,实用面积527方尺。 两室向东北,向香港仔备封堂景,放盘紧一天,即以915万元成交,尺价17,362元。 原业主2018年以846万元扣入单位。 持货江门三年,账面赚69万元。 将军奥新都成于父亲节周末录得三宗成交。 其中,两旗狗座中层D室,实用面积538方尺。 三房套房间隔,涌内原景,以915万元逆手,尺价为1707元。 原业主2009年以308万元买入单位。 持货12年,现沽货帐面获利607万元。 升值近两倍。 本来就会像我一样。 ahdi까요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